現在是一月二十五號的早上八點幾 我們去機場了 現在在買這個早餐 你知不知道 吃一個早餐是一百六十元 這才是六十元 現在到大陸溫哥亞 現在是早上五點三十分 就是天都還未光 終於見到你了 終於見到你了 真是四個人 不辛苦 我穿了十分鐘 我是Echo 我是Facebook的 Emanman Hello 我開心了 第一次見到你們 很近 你們來 很近 很近 等一下 Eman Elly Echo 先不要看他們 我已經到達溫哥華 加拿大 剛才出來之前 會不會有粉絲接機呢 原來是 真的有的 有兩個粉絲 倒市 倒市 這麼早已經來了 先介紹給大家認識 來來來 哇 還有兩個粉絲很漂亮 Hello 你好 黎智溫哥華 先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Echo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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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Hello我是Elly Elly Elly Eman Eman 你們也有發信訊 給我 謝謝你們 很感動 其實我剛才在亂說 你有粉絲人摺機 我真的沒想過游 誰知你真的這麼早 你幾點起床? 我比較早 4點45分 很感謝你 還要做你這麼漂亮的牌 人在地球的另外一半都有人摺機 是一件非常之感動的事 所以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那29號見了 好了 我現在已經到達了 溫哥華的機場 很多謝AIDA的朋友 阿蘇 蘇哥 很早 現在到市這麼早 天還沒亮 6點還沒夠 還有兩位粉絲 真是很好 我真的想不到有人來接機 這麼早 再見 非常之好 其實我應該第三次來 Vancouver第三還是第四次 每次來都是做張學友演唱會的 真正第一次是來玩 所以這次是放鬆的心情 希望可以放鬆 放鬆一下 因為Vancouver實在太多好東西吃 還有很多朋友在這裡 打算來玩 還有探望朋友 現在已經6點22分 剛才出來的情況比我想像中是快的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來加拿大的時候 那些外國人做人是很慢的 他搞了很久都出不了 搞了一個多小時 但這次是很順利的 因為現在有些電腦 有些檢測給你自己按 然後填完資料 就散卻了很多時間 為何我現在好像做旅遊節目一樣 好了 我們待會再繼續說吧 拜拜